日本航班深夜被不明飞行物跟踪 美国却在调查后销毁了所有相关数据 如今36年过去 当时退役的航空局局长 爆出其中内情震惊世界 1986年11月17号 一架编号为1628的日本飞机 装载一批价值不菲的高等红酒 从法国巴黎飞往日本东京的成田机场 飞行途中 1628飞机将按计划在阿拉斯加中转 补充燃油 这架飞机是被称为空中巨无霸的波音747 驾驶飞机的是 一名叫寺内千寿的前战斗机飞行员 执意飞行生涯时长已经超过了1万小时 拥有非常丰富的飞行经验 与他同行的还有经验老道的副驾驶 腾龙线和飞行工程师电扇熊 下午5点飞机进入自动驾驶模式 到达阿拉斯加上空 此时飞机的高度在11000米 虽然这个时候北半球已经进入冬季 但当天的天气却是一片晴朗 万里无云 所以飞机上的三人显得非常放松 下午17点11分 飞机根据地面空管的指令 准备执行左转弯 再转弯的命令时 机长室内千寿惊讶的发现 他们飞机左下方610米处 竟然有两个发光物体 而且这两个发光物体的飞行路线和速度 跟他们完全一样 为了防止与其相撞 机长室内千寿立即询问航管中心 此时空域内 是否还有其他机组正在飞行 这一问 直接把航管中心也问蒙了 这个时间内 该空域只有他们这一架货机飞行 意识到事情非比寻常 航管中心立即联系了 附近的埃尔门多夫空军基地 询问是否是他们的军队 正在进行军事训练 然而他们得到的答案 却都是否定的 此时机长室内千寿的心理 没有来的有些恐惧 突然 远处的两个不明飞行物 加快速度 直接一左一右的 把日机1826夹在中间 不管机长室内千寿如何尝试 都无法甩掉这两个 像幽灵一样的影子 就在机长不知所措之时 两个不明飞行物 突然都向飞机的左方移动 顺着光线往左看 飞机上的三人 看到了这辈子 都不会忘记的画面 一万多米的高空中 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型飞行器 个头比10架波音飞机 加起来还要大 随着巨型飞行器的不断靠近 刚才的两个不明飞行物 像是被它直接吸收了 更诡异的是 这个巨型飞行器 看起来就像一个 腰上带着的呼拉圈的胡桃 而且呼拉圈的上面 还有像琥珀一样的灯 这看起来 简直就跟科幻电影中的UFO一样 来不及思考 机长四内牵手看到 这个巨大的飞行器 也停在了他们的左侧 跟他们一起飞行 惊恐之欲 机长立刻安排飞机工程师拍照 将其记录下来 然而不知怎么回事 工程师每次按快门的时候 不是无法对焦 就是快门失效 总之就是没法拍照 这邪门的场景 让飞机上的三人有点坐不住了 好在这时 空管中心对他们下达了躲避指令 让他们360度转弯 然而飞机刚转到一半 这个巨型飞行物 也跟着他们一起转向 这东西实在太邪门了 室内牵手只想赶紧远离它 万分焦急地跟空管中心提出 要求紧急迫降 下降过程中 空管中心部分人员提出 派遣战斗机前去一探究竟的提议 但是为了防止不必要的争端 他们最终决定 等日机降落后 派遣客机前去查探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日本客机刚降落 那个巨大的飞行器 就像是失去了兴趣一样 开始加速离开 等到空管中心派出的探查机飞到高空时 不明飞行物已经不见了踪迹 把在场所有人都看呆了 这个不明飞行物到底是什么 真的是外星人的UFO吗 日本货机在美国境内 遭到不明飞行物跟踪 然而美方的调查态度 却让人大跌眼镜 联邦局接手案件后 先是查看了相关的雷达记录 然后对日本货机上的三名飞行员 进行了列行询问 尽管他们确实发现了 不明飞行物存在的线索 但是因为这件事实在太过玄幻邪门 美航联邦局决定 直接销毁处理掉相关的数据记录 仔细调查三个月后 美航联邦局最终以证据不足 否定了不明飞行物的存在 不仅如此 他们还表示 只有日本客机上的人 看到不明飞行物 没有其他人证 所以他们的话 没有太大的可信度 不明飞行物 很有可能是他们产生的幻觉 这样的说辞 显然无法说服日本民众 然而当机长三人回到日本后 他们却收到日本航空管理局的要求 不允许透露任何跟此次事件相关的内容 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日本媒体采访到了 当时的地面工作人员 种种证据都证明 不明飞行物确实是存在的 机长四内千兽 甚至在一次采访中表示 不明飞行物出现在货机左侧方时 他看到了不明飞行物底端 发射出一个刺眼的光柱 看起来就像不明飞行物燃烧能源 放出的尾气一样 当记者问到 机长是否曾怀疑 这是某国军用飞行器事 四内千兽直接否定了这个猜测 因为以目前的科技来看 任何人造飞行器 都不可能突然出现在 他们当时时速有910公里的 大喷气飞机前面 更何况这个不明飞行物 不但能控制速度 跟他们并排飞行 就连整个飞行器的基本结构 也都跟地球上的完全不同 所以他认为 这一定不是人类已知的 任何一种飞行器 有了媒体的发酵 事情很快就闹得越来越大 这无疑是在打 联邦航空局的脸 事情一经曝光 美国联邦航空局别无选择 只好在1987年1月 重新开始更彻底的调查 机长四内千兽 也在1月2日 重新接受了调查 然而调查结果迟迟没有被公布 一个月之后 联邦局公布了调查结果 他们认为 当时航班飞行的时间点 正好是行星穿越地平线的时候 所以机组人员 很有可能是错把木星和火星 当成了UFO 这个结论听上去 实在是有点草率 但除此之外 官方已经不愿意再多说 这件事在当时也画上了句号 离谱的是 机长四内千兽 最后成了此次事件的替罪羊 相关航空公司表示 四内千兽未经公司允许 就私自接受采访 所以要收回他的驾驶资格 尽管在后来恢复了飞行 但是却再也没有担任机长的职务 然而到了2001年 当时美国联邦局 不愿承认的这件事 迎来了惊人的反转 在一场名为 不明飞行物披露项目会上 当年的联邦航空局调查处处长 约翰·卡拉汉表示 他其实复制了这件事件 所有的原始资料 当时的资料 以及机长跟航管中心的通讯记录 其实已经足够证明 当时日本货机 确实遇到了不明飞行物 就连航管中心的雷达记录上 也有关于不明飞行物的记录 并且现在这份资料在外网上 已经可以自由搜索下载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查看一番 而且直到现在 机长四内千兽还相信 自己看到的绝不是什么木星 也不是幻觉 但是那个不明飞行器 到底是什么 直到现在依旧是个谜题 你觉得跟踪日本货机的会是什么 难道是想喝红酒的外星人